東北季風在今天 仍然是比較偏強 不過這個禮拜的天氣狀況來說 要提醒您小心別感冒了 為什麼呢 我們就來看一看 這個禮拜的天氣變化了 先來注意到 在禮拜二 禮拜三 天氣是開始轉好的 但是早晚天氣是比較偏涼的 北部地區 還是有點濕濕冷冷的感覺 在中南部地區 是天氣晴朗又舒適 但是到了禮拜三晚上 隨著封面開始再接近 所以禮拜四 禮拜五 降雨的部分開始要增多了 東半部地區 降雨狀況會比較明顯一些 而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的話 雨的部分減少 但是因為東北風影響 氣溫又下降了 明天東部地區偶爾有下點雨 西半部地區天氣晴 就來看看衛星雲圖 從衛星雲圖上 可以看到 昨天影響台灣的封面帶的水氣 已經逐漸的冬移了 北方的高壓 仍然帶進來微弱的東北風 但明天高壓進到韓國南方 風向變東風 溫度開始上升 小丁寧給您一個提醒 要注意的是 東部地區外出仍然要背著語句 中南部的西半部地區 日夜溫差很明顯